冯拱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孝心 早前在电影《建党伟业》中 冯拱有幸饰演其曾祖父 赫赫有名的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 戴上小胡子后的冯拱 伴相与曾祖父颇为相似 但是冯拱在生活中却一直保持着低调 从不将冯国璋挂在嘴边 他的家人也很少曝光 近日一张冯拱儿子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只见父子二人眉眼间十分相像 令网友几乎真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冯拱的儿子名叫冯开成 今年29岁 冯开成从小就对中国向起极感兴趣 五六岁时便入门 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且学习也特别好 长大后冯开成在国内读完大学 又继续出国深造 学成回国后 并会像其他新二代那样 借助父亲的名气进入娱乐圈 而是从事起了IT行业 靠着学到的知识自己创业 更不用处处被冠以冯拱儿子的称号 除了儿子外 冯拱的姐姐 正行委员冯信云的赵先早前也得到曝光 网友对此调侃称 他姐姐简直就是女版冯拱 看起来就跟冯拱戴了假发一样 不禁令人感叹冯氏家族强大的遗传基因啊